歡迎邱寶郎 米澤師傅 先從邱寶郎和曾智豪這邊來開始 來帶來的戰斧豬 菜名叫做 這邊的戰斧豬呢 我已經剛剛先醃過 這是牛奶 對 牛奶 我讓它去短化 然後我要用蝦漿還有魚漿 然後把它灌到裡面 花枝醬 對 我們先煉這個 花枝油 這個 麵油 小心喔 這邊 那些東西全下 對 對 這全部是響 至少平常有在煮菜嗎 都叫烏寶意 蒜泥 鹽巴 胡椒 你剛剛的牛奶泡多久 泡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然後這裡我們的花椒油 把它稍微抓醃一下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戰斧真的很厚 有時候這樣煎 或者是烤的話 它會比較彩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就是用小刀把它畫一刀 讓它整片這裡面都 小心手 已經畫開了 已經畫好了是不是 對 這打好的魚漿 好 這個比較香 它灌進去了 真的灌得進去 好酷喔 它灌眼鏡喔 好 這樣子 我們節目裡面好像第一次 有這樣子灌這種 沒有看過 你用牙籤嗎 牙籤 我們待會兒好了之後 再把它抽掉 然後這邊我準備一個豬網油 包在外面 那個龍鳳蛤 龍鳳蛤 它在外面裹了這個去炸 把它倒過來 這個 對 好 來 這邊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用一點油 糖餅 然後這邊出一些 然後這邊 它並沒有會散的疑慮 為什麼要往一個 弄個豬網 待會兒要200度 要烤20分鐘 在烤的過程呢 它就會擠壓出來 它會炸開 粗的辣椒粉 中式辣椒粉 對 我們待會兒這個還會再下去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是把它稍微煎上色 待會兒把它丟到烤箱裡面 用200度 這麼大隻要20分鐘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好嗎 好 來這邊請 米澤帶了中期 來做我們這邊的戰斧豬 菜名叫做 師承風味戰斧豬 師承風味 師承是在哪裡 師承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 南洋式 拉薩的醬 這個我已經調好了 然後去把它 你自己做的嗎 對 我自己做的 紫洋蔥啊 小黃瓜 待會兒就是做那個 沙茶 你會做菜嗎 偶爾啦 好 這邊的話 戰斧豬 大小自己 自己要抓大小 這一整支我就是直接用那個 拉薩醬去直接抓醃它 我現在臉有點熱到 有點腫脹 很合理吧 不好意思 因為有炭是不是 待會兒要 你是硬腔 這邊的話我會加薑 薑末跟蒜 那是咖哩粉嗎 這是馬三曼 也是我自己調的 裡面有一些肉桂丁香 或是八角 小茴香 孜然 還有郁精香粉 這邊的話就加 少許的鹽 然後胡椒 因為這邊要做那個 沙茶 今天沒讓你當二廚 你可吃 我覺得真的去念那個 廚藝課的刀工好重要喔 當然啦 有真的半堂課都在學刀工 刀工真的很重要 真的好重要 這樣串過去 因為這個要做那個 沙茶豬肉串 好喜歡喔 串三個 大概一串幫我串個四塊好了 好 這邊的話 我就開始做那個沙茶醬 沙茶醬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那種 那個沙茶醬 但是它的元素配料不太一樣 主要還是在於香料 那我今天會有 有孜然粉 咖哩粉 然後辣的 辣椒也會有 然後香料這邊就是 洋蔥 然後蒜末 蒜末 對 然後這個是椰糖 試試看 椰糖 不講你會知道是椰糖嗎 很像黑糖 很像黑糖 對 就是黑糖 可是沒那麼甜 對 沒有很甜 好 這邊香料炒好了之後 我就下這個螺旺子醬 然後接著椰糖就進來了 這麼多喔 對 因為它是偏甜的 它那個醬 沙茶醬是偏甜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ABC醬油 ABC醬油 對 甜醬油 是甜的嗎 對 甜醬油 這是椰奶嗎 椰奶 椰薑 椰奶都可以 好難養 然後花生碎 然後以及花生醬 這時候其實 所有材料都可以放進去了 都沒有試吃 有試吃了嗎 真的 真的 很棒 試吃什麼 想吃 椰麻醬 基本上已經好了 直接吃椰麻醬 當然 我會配個辣酥 拌個麵 還有台灣的拌個麵 拌個麵 試吃什麼 這個椰麻醬 出題了啦 因為 寶寶師傅煮麵 來 四川淡淡麵嘛 很好 對 沒辣 它不會辣 還好 那開心果味再多一點 很辣 這個辣度也有台灣 不會 不會 這個OK 完全沒有辣的感覺 不會還好 完全沒有辣的感覺 麻醬堅果味 香氣有啦 這個有那個便利包嗎 很想要買一個 想訂購了 好好吃喔 這個廚師是誰 我都喜歡 剛好他沒吃到的 這邊就是配一個蔬菜 我今天用的蔬菜 是角白筍 角白筍好適合夏天吃 加一點公爆 乾辣椒 然後這一個 我選擇是三種的地瓜 一種是黃地瓜 芋頭 紫地瓜 然後紫地瓜 待會兒要拌美粉 試吃 試吃了嗎 來 請出題 妳要試吃了嗎 試吃芋頭好不好 好 你剩裹豬的骨頭 我就把它丟下去煮芋頭 怎麼會來得及 我提前先用 因為我有這一塊 對 就先取下來 好想喝 它這個已經燉了兩個小時了 這個肉骨茶的乳包 是買現成的 對 現成 還是新加坡還是 新加坡 對 新加坡 所以它的胡椒 它有兩包 一包胡椒味會比較重 對 所以試吃就是喝這個湯 然後再加肉骨 會有那個 蒜頭 油條還是什麼 沒有 你應該要喝太多了 等一下 好吧 我們試吃而已 我們試吃不要加坡 會加一坨麵嗎 會加一坨麵嗎 我麵吃過了 好氣 這個是肉骨茶 對 肉骨茶 炒菜 很甘 甜的味道 這樣甘甜的味道 還有肉可以吃 這個肉好嫩 還有蝦 對 因為燉了很久 時間拉得很久 韓哥會覺得有孤單嗎 你一個人吃 會 會嗎 會 就是有一個人在上面的感覺 這個肉骨茶 你覺得它的胡椒味明顯嗎 跟你的新加坡吃的應該不一樣 不一樣 胡椒味沒有很明顯 不會說那種很辣的 很嗆的胡椒味 它剛剛放一半一半 對 一半一半 它這個看起來胡椒可以再加 怕辣 對 可以 看起來胡椒可以再加 可以送我一顆大蒜麵 因為新加坡的胡椒太 完全化掉了吧 新加坡的胡椒味太明顯了 當然要 太強烈了 你有時候覺得好像在喝胡椒湯 別人的風格都一樣 對 那個味道 就是胡椒豬土雞 已經搶過了那個 胡椒豬土湯 感覺這個湯就很好喝 可是大蒜是必要的嗎 當然 如果你想要吃的話也是可以 就因為它已經化了 新加坡的是帶皮煮的 對 偶爾難怪我覺得是 因為皮 你可以把裡面的蒜泥吸出來 好 吸出來 它跟奶油一樣的 它可好吃 對身體很好 只有聽過一個 吃麵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對 一定要吃蒜 那這個也要吃 吃麵不加醋 吃起來像麻糊的 有 有這一句喔 它自己麻糊 你吃我麻糊喔 你吃我麻糊喔 好好咬嗎 這邊的二廚準備收完了 客人吃太久了 客人獨享太久了 這邊的話我就已經快接近收尾了 這個麵好好吃的感覺 這是什麼樣口味的炒麵 就是辣薩麵 辣薩炒麵 對 它有濃濃的咖哩 那些辣 其實底是一樣的 只是我把它做成炒麵 好 那這裡的話我就是再加入 剛才乾繞過的那個蝦子 那這個蝦子的話 因為我剛才有取蝦殼 所以我一開始是用蝦油 把蝦殼煉成蝦油再去炒 因為辣薩的特色還是一樣 就是有那種蝦子的味道 你後面的卡士爐上煮了什麼 豬排 戰斧豬 基本上應該是熟的 對 就剛才是醃過辣薩的 那待會兒是鋪在那個麵上面 天啊 這味道太精了 好 那剛才的 好啦 砂糖 好像 要放炒麵 對 因為正常 砂糖串豆是雞肉比較多 豬肉因為 他們中焦的關係就是比較少 就是啊 唉唷 漂亮 好像放在一個佳敏的桂冠上 它好開胃的感覺 它會放不上的沒關係 這個視覺很大玩滿意 而且它海鮮都切得很大便 對 大火人家 這邊佔補豬就是整隻 待會兒要吃的時候 帥喔 太燙了吧 然後就是撒上花生 花生碎 然後擺上檸檬 然後最後香菜 這個香菜一定要 對 香菜一定要 這樣 等一下還有湯嗎 湯的話也可以 因為大家都沒有喝到 所以贏了 才喝得到 它除米給附湯的 石層風味再補助完成 謝謝 謝謝 後面也已經洗 也已經出爐了 來 向後 準備 來 好 厲害了 你類似地瓜片 薯片 薯片 紫薯片 紫薯片 來 就胖嘟嘟的 就像這樣子 像雞腿 噴出來 它不會噴出來嗎 真的噴出來 料其實很多 它肉 這一個金蟬脫殼 滿滿的 這好想吃 就這樣 它之前是包那個網去烤的 對 出來了之後那網不見 對 它加高溫的高溫的 要用不掉 它就這樣 它等等吧 剛剛練的 而且多了一個豬油的香 這個 這炸的芋頭絲是不是 對 太精緻了吧 好 完成 薑麻 堅果 扇虎豬 完成 而且原來裡面有魚漿 是煎的這回事 對 你這個辣醬下去 那個谷邊做的那個肉 特別全 這個谷邊肉是最好吃的 魚漿跟那個豬肉 好配合 融合在一起 它加了那個魚漿 好吃嗎 所以外面會先吃到 豬肉的那個肉感 但是到裡面的魚漿 會變軟軟的 多了一個鮮 豬油給它很多香氣 然後你再吃一點那個芋頭 加一點梅子粉 對 梅粉的 這是要重新開始 對 可以再重新吃一盤 無限的輪迴 除另外的好吃 掌聲鼓勵 謝謝 南洋的來到新加坡了 吃層風味的戰斧豬 非吃不可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要吃到這一道 我覺得我不能再放 好了 我告訴你 今天喝湯還是先吃 就先吃麵的部分 那麵的部分旁邊的肉就是 我剛才一組 煎的這個戰斧豬 這個瓜子好大 然後有分別給你們 它就是因為這邊是泥雞 它會比較 比較瘦肉比較多 那旁邊的那補邊肉 我還有再切一小塊給大家 然後就搭著吃 旁邊真的好吃 對 它很好吃 它很好吃 就是比較難養的同味 沙爹沒有在這邊對不對 因為我想說會讓一個區隔 這邊 對…這邊 剛烤的時候它 好吃喔 一定要沾這個醬 好吃就好 我來到新加坡 沾個醬 它本身有一點乾材 它直接用醬去補出它 你說吃二選的 對… 這個沾醬 OK 你們像大家吃得太放鬆了喔 我今天要來 我都不敢吃東西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沒有… 關心一下 我們是從台南經過這樣 我已經吃了三道 好開心喔 那個馬骨茶 還有馬骨茶啦 套餐 有一點乾的餐 太好喝了 可以吃那個肉 這個湯清爽 真的這個湯好棒 好像有分泌喔 沒關係… 毛起來喝一口湯 我的夥伴都沒有啊 毛起來喝一口湯 你可以… 終極關 自己忙自己來 來 掌聲鼓勵 漂亮 謝謝 謝謝 謝謝